今天要開箱的是ASUS VIVO BOOK S15 OLED 這是一台適合文書、娛樂為主 同時能剪小短片或是做小圖的筆電 而且它還可以跨裝置、跨系統 串連你的手機、平板跟電腦 想不想知道怎麼弄 ASUS VIVO BOOK S15 OLED 有酷丸銀、午夜黑兩色 我手上的是午夜黑 拿在手上整個沉穩幹練起來 背蓋上有VIVO BOOK經典的標誌設計 機身採用的是金屬材質 霧面處理帶來細緻的觸感 也帶來一些些指紋 但用眼鏡不擦拭就好 很簡單 打開裡面看到Enter跟ESC鍵 因為這個設計小巧思 讓整體外型簡約俐落 卻又不失個人的風格 機身上也有通過Intel EVO認證的勳章 我們後面再來分享它的效能續航表現 VIVO BOOK S15 OLED 它配有的是15.6吋、2.8K OLED窄邊框螢幕 螢幕更新率有達到120Hz 最大的角度可以到180度平躺 用在小組會議報告都很方便 那麼用OLED大螢幕看片 是一個什麼樣的體驗呢 畫面色彩飽滿鮮豔 對比表現也很出色 另外因為面板特性 在黑色影像的表現會更加純淨 畫面可以呈現更多的層次感 那像我是很愛看電影的人 它的螢幕大很爽之外 16比9的螢幕比例讓上下黑邊比較少 這樣看片純淨感就會更高 不過也同樣因為面板的特性 反光會比較明顯 建議看電影的時候 可以降低環境的光源 當一切到位之後 配上通過Harmacotton認證的喇叭 在娛樂之外 它要成為主力的工作夥伴 螢幕夠大 顯色也很出色 而且還可以跨裝置系統 去跟你的iPad或手機聯動 想知道怎麼弄 我們後面講 Vivobook S15 OLED 給的是全尺寸的鍵盤 打字空間夠大 手指不會受限在小範圍裡面 敲擊感也是很輕快的 屬於容易上手的鍵盤 而且上排工具列是實用的喔 不會給永遠不會用到的功能 另外像是帳戶、報表之類的文書作業 有獨立的數字鍵設計 輸入數字密碼都會比較方便 不過鍵盤一樣是霧面處理 如果你是比較在意使用痕跡的話 一樣拿眼鏡布來擦拭情節就可以了 至於連接部 左側有一個USB 2.0 Type-A 右側有DC、HDMI 1.4 USB 3.2 Gen1 Type-A 以及Soundable Fold USB-C 跟3.5mm音訊插孔 連接部是屬於中規中矩的配置 但我覺得用在日常文書跟娛樂上的話是足夠用的 接著看到規格 ASUS Vivobook S15 OLED 搭載的是Intel D13 高效能處理器 細看頻率最高是可以達到4.7GHz 搭配的顯卡則是Intel Iris Xe內顯晶片 那它是可以外接2K螢幕來進行文書或是影音娛樂 假設有需要的話 它也可以進行一些簡單的影像處理 像是我們常要自己修圖 或是製作圖層效果不多的平面圖 它的效能是可以順暢執行 試剪了Shirt短片 放了模板、字幕等等的素材 也都是可以順順剪完舒服的 而且還有餘域可以讓我進行多工作業 那我自己用下來是覺得它滿適合給文書之餘 你還會處理一些小影片 還有做一些小圖檔的人使用 像是社群小編或是圖文編輯等等 那它也滿適合給學生們來考慮選擇的 那它的效能有一定表現之後 我們當然不可以忘記裡面的散熱系統 因為如果過熱呢就容易降頻 它有ASUS S-Core散熱技術 這次也升級了機身內的散熱管跟S-BLED風扇 做到可以提升熱傳導的效率 聽起來很複雜我就直接說使用情況好了 剛剛在測試修圖剪影片的時候 過程中沒有明顯升溫或是起飛 即使再加上寫腳本、看影片等等的多工 狀態依然是很穩定的 表現通過 那在續航能力上 它配有75瓦時的電池 而且支援快充 在Wi-Fi環境下使用平衡模式、寫腳本、查資料之外 也有修圖剪小短片的多工使用 中間還看了一到兩小時的串流影片 這樣下來可以使用6到8個小時左右 如果是要出門 建議先設定成最佳電源效率 再切換到省電模式 純文書作業的情況下 可以滿足一天9個小時的工作時間 回到家或是公司要充電 0到50%花費大約30分鐘 那90分鐘內就可以充到100% 那以上的數據就是給大家參考 剛剛就一直在說它很適合文書、娛樂 還有輕量的影像編輯 不過真的要做這些事情 很多時候我們會需要搭配其他的裝置 像是手機、平板或是另一台筆電 互相串連 輔助提升我們的工作效率 那像是我平常就會使用各個裝置來串連使用 如果是同一個系統下 我自己是倒還不擔心 但假設我要去跨系統使用其他裝置 要協作的話怎麼辦呢 ASUS 有一個很好用的跨平台 螢幕協作服務叫做 GlideX 這是一個可以讓電腦連電腦、電腦連手機 或是連平板的工具 只要在各個裝置上都下載 GlideX 的 App 並連上同一個 Wi-Fi 之後就可以連線囉 像我現在把 Zenfone 9 的畫面 鏡像投影到電腦上 然後打開手機上的 GlideX App 出現裝置名稱 再到電腦上點連線選擇裝置 就完成鏡像投影了 超快齁 但是我很常需要用手機拍影片或是拍照片 我每次要到電腦上看就一定要先上傳雲端 現在只要一連就馬上可以看照片、看文件 這個功能對我來說是福音 想要用電腦操作手機上的 App 也OK 當然平板的話也可以 不過我的話連接平板會選延伸螢幕功能 這樣 iPad 就可以直接當第二個螢幕使用 然後用電腦的鍵盤跟觸控板來控制 平板本身也還是可以觸控操作 BevoBook S 15 OLED 15.6 吋大螢幕 加上10.9 吋的 iPad Air 這個搭配使用效能很舒適 甚至覺得可以不用再買一個螢幕了 省錢又省空間 那如果你想要用電腦控制不同裝置的話 連接協同控制 游標就會直接跑到手機或是平板的畫面裡 如果你有兩台筆電想要一起控制 也可以直接連接 傳輸檔案就只要拉過去就好了 欸我自己用完是覺得很多時候 我們在挑手機平板 尤其是平板 都會很擔心說 各個裝置間其實系統不同要怎麼辦 GlideX這個 App 確實就讓各個不同系統間 可能性變多了 我也很好奇以上三個功能 你會最需要哪一個呢 那有興趣的話 這個服務是有分免費版跟付費訂閱版可以選的 方案內容跟價格也有差異 現在官方有活動可以去免費試用看看 覺得喜歡再給它訂下去 這一次開箱的ASUS VivoBook S15 OLED 我這一陣子用它 最有感的還是它的OLED大螢幕 畫面漂亮到導演好幾次經過都會多看兩眼 效能表現也很適合文書 娛樂也可以做小圖、間斷片 符合這個人人都在玩社群的時代 它的原價是38,900 如果大家很好奇它的細節還有更多優惠資訊的話 連接幫大家放在下方的資訊欄當中 那大家有覺得這台電腦哪裡燒到你了嗎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也提醒大家電他少女的官方LINE已經上線囉 還有Discord群組都歡迎加入我們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